重点,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在那个地方,这个按下去,这边有个记录 那把资料记录下来,那在记录的时候,第一个要先 开始SS,然后建立什么呢?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库 那资料库部分建立的方法,我想我前面讲过,我就不再赘述,这里面的话有六个栏位,所以呢 前面两个是文字,后面四个是数字,那最后把它储存,我储存名称叫保险 好,这边有保险,再来的话,请建立一个,使用设计检视,建立新查询 那在这边点一下seql,请你直接在这边打一下 Insert into,保险,这六个栏位,value,这边注意哦,这个比较容易出错就是,如果你是姓名,你是姓名跟性别,它是文字 所以请各位看一下,请你在文字的前后,本来应该加双引号,可是双引号被用掉了 所以seql呢,退额求机是,就用什么,用单引号来代替,所以呢,seql语法里面的字串都是单引号的,所以这边特别说,单引号开头,单引号结束 逗点,单引号,单引号 那把这些讯息,输入上去之后,你按一个惊叹号,如果呢,会出现新增一列,并且按确定之后的话呢,可以在资料表 出现一笔资料的话,表示你的insert的语法,没有错 没有错之后呢,一样的方法,再做一次 我们刚刚的东西,所以哦,你可以稍微改写一下,那我是在那个comment button上面 记录的地方有没有,call什么呢,把刚刚的程式call过来,call利用新增资料 那我会需要传,因为有六栏,所以哦,会有六个资料,那六个资料呢,分别放哪里,因为我这边跟前一个范略有点不太一样 我是先放进去,再放进资料库,会有两阶段,所以呢,我要取得sales里面,现在现有的